哈喽大家好我是霸污海之鱼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叫做造梦无双的手机游戏 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啊 这款游戏曾经它是一款网页游戏 在我小时候啊是非常喜欢玩这款游戏的 但如今我发现了这款游戏居然出了手机版 那我肯定是要来玩一下的了啊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就瞬间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OK那我们废话少说直接开始游戏看一下吧 还有开头动画哎 哦这个孙悟坤的样子 哎我还记得源之源为的吗 人物的形象应该都是源之源为的吧 虽然我小时候有玩过这款游戏啊 但是我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说实话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我都不太记得了 在网页游戏里面有这个剧情吗 没有吧 我记得小时候玩网页游戏的时候直接就开玩了 我又选择人物吗 选择孙悟空还是唐三藏 以小时候的我来讲 我肯定会选孙悟空了 那我们就选孙悟空吧 哦游戏开始了 好大的声音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我的观音姐姐 这是教程官吗 跳 为什么要打牛魔王呢 之前不是败靶子吗 还是有那种感觉 战斗的味道我还是记得到 这么多怪物 释放技能把他们快速消灭掉 哇 哇孙悟空还是比较强的 哇 爽哎 牛魔王果然是你 老牛今天要闯个天方地覆 这什么 有大招吗 哦好厉害 啊就这么被打死的 牛魔王变大了 你也变身 让他看看你的厉害 哦 牛魔王变大了 我也可以变大 哇 这个 这个好强啊 哇 好猛的感觉啊 我不知道如果是唐三藏来打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 会变成佛祖吗 原来是梦 吓得俺老孙一身汗 啊原来是做梦啊 光阴姐姐 悟空 花果山体的妖魔占领 你快去看看 我稍后前去助你一臂之力 岂有之礼 敢在俺老孙头上撒野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花果山看一下了啊 我的猴子猴子究竟怎么了 啊 花果山被占领了吗 哇 好多妖怪啊 猴子老人又被打洗了 哎呦那小猴子这么可爱的吗 啊 这么可爱的小猴子 你也敢打 家船库 我是有获得了一个装备吗 嗯 冲啊 我的猴子猴村 哎 果然是可以二段跳的 这就是我的花果山吗 嗯 这是群什么妖怪啊 不知道孙爷爷在此的吗 敢破坏我的家 哦 这边有个东西啊 好像是满了的样子 这什么 这是变身啊 哈哈哈哈 他在欺负我的老猴子啊 这么老的人了 你都敢欺负他呀 你就是传说中的boss吧 孙悟空就是厉害 把他打得连还手都没有 开启新功能 这是什么东西啊 猴长老教你修炼使用方法 开启了一个新的功能 修炼 这是什么修炼啊 让老夫把这个秘籍交给你 老夫看不懂啊 你自己研究吧 什么玩意儿啊 你看不懂啊 嗯 让我来看看啊 哦 生命 攻击 回血 有这么多东西是可以修炼的吗 我们先修炼生命 哦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为难还没解除啊 我们继续战斗吧 不是说话保护唐僧 去西天取经了吗 怎么 怎么到处打架啊 哈哈 去望风里看看 看看哪个妖魔在作怪啊 师傅啊 我的师傅呢 啊 我的八戒 我的沙十滴呢 他们都去哪了呀 这地方还是我的花果汁 你们看这边 有我的小猴子啊 哦好可怜哦 哎 这什么妖怪啊 不知道孙爷爷在此的吗 啊 哎 救出来了 我的小猴子 这小猴子快跑快跑快跑 呀 这小猴子不跑的吗 啊 让你跑了呀 啊 就了两个猴子了 哎呦 他们居然 哈哈 哎呀 这小猴子好可爱呀 我的小猴子呢 虽然只会扔石头 但是呢 他们也是我的猴子猴孙 是不是啊 作为他们的爸爸 那肯定要保护好他们啦 什么情况 哎 Boss吗 这谁 哎呀 这看上去好像是个人呢 哎呦 哎呦 好像很厉害的 哇 你这什么武器啊 变身了 就你 就你 一棍子打死你 你不是很转吗 你啊 你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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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手啊 你快还手啊 你啊 我让你还手 听到没 哈哈 哇 大家看这边呢 啊 这个地方是花果山 啊 不管怎么样呢 风景很美好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往右边看啊 哇 这个地方 混沌大地啊 这个 嗯 好像很多的Boss都在里面呢 先把我自己的家事处理好啊 然后再去混沌大地看一下 我的水帘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 猴呢 嗯 他们是不是都叛病了 我平时戴他们不好吗 哎 观音菩萨 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哦 黑熊精跑到我家里来了吗 嗯 观音给我个法宝 让我收服黑熊精哦 你要给我什么法宝 啊 就这样 这算什么法宝啊 黑熊精受死了 哎呀哎呀哎呀 我话还没讲 王达你怎么这么拽 你变身 嗯 让你知道我的力 我打你打得起不来生 你信不信 嗯 哎呦 你还敢还手 你还敢还手 你还敢还手啊 你啊 不好好的在观音身边待着 你跑到我家里来 干什么呀 啊 哈哈 观音有事找我 他找我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啊 十八罗汉手中宝物不少 只要打赢他 就能获得法宝升级道具 罗汉堂 要挑战十八罗汉吗 观音让我去挑战他们 看看是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感觉好像很厉害的 第一堂就是俯虎罗汉呢 兄弟啊 手下留情 哎 手下留情 哎 我躲 让我先找到你的弱点 我我我 哎啊 干嘛干嘛 手下留情啊 你先先不要打我好吗 哎 不要打我 你干嘛 你不要打我呀 你哎 哎 我错了 我错了 哎 等一下嘛 别急 别急啊 变身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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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这样 哎 就这样 嗯 这款游戏 我觉得 有点找回了 曾经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吧 对于童年的事情啊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造猛无双啊 就先暂时玩到这里吧 大家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熟悉味道 即使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现在可以通过这款手游 找回当年的感觉 毕竟秦华呀 还是要回味一下的 想玩的小伙伴 赶紧去好游快报搜索造猛无双下载吧 快来和我一起玩耍哦 小伙伴